我们刚刚和大家谈的是关于这个节税直达车 那么两位这个万里法律教育集团的两位律师呢 也特别提醒大家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呢 是有策略性的 那么也许呢可以用非常少的这个学费 读到更好的学校 那尤其像现在啊 这个节税的问题因为这个总统大选的关系 其实很热门 这个富人节税啊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像富人一样 因为呢我们希望教育我们的小孩子 十七八岁他就有这个金钱的概念 通常我们没有办法跟小孩子讲说 你应该去读A学校不要去读B学校 但是你如果用一个客观的因素说 A学校他给我们比较多的奖助金 因为A学校比较喜欢我们这个类型的小孩子 这个时候或许可以用客观的因素跟小孩子讲 其实我希望我早点知道太晚才知道 这个概念而已了 第一个就是一二一 就是Sale of Primary Home 卖自己住的房子可以免税五十万 夫妻两个住两年 假设呢咱们2010年买了一栋房子 买的时候是五十万 夫妻拥有 那这个是我们的自住屋 那这个时候呢 2015年的时候 卖掉 所以咱们在过去的五年里面 有两年是住在这个自住屋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买价是五十万 但是我们卖的时候是一百万 是不是有五十万的资本利的 要不要缴税 不用缴税 根据一二一是不用缴税 自己住的 而且这个条文比较松 你就是住两年就可以 比方说你先住两年 再把它租出去也算 也可以 所以你就想说 过去五年 我又没有两年 不需要连续 不需要连续 不需要连续住在里面 你算一算 如果有这个两年整的时间 730天 然后不需要连续住在里面 你可以比如说 2011年住在里面 2011 2012 然后2013的时候你出租 然后到2013出租 14 15 在2015的年底 五年之前 如果你把它卖掉的话 你还是可以享受 这个121税法 就是你的自住屋的资本利得超过 就是在50万以内 是可以免税的 我们这一条 我们就说tax never 不需要付税的 是是是 这是很好的一个资讯 所以我们希望找多几条 tax never 不用一直付税 好吧 还有什么tax never 还有我们先讲说 税的一个种类 它有tax now 就是现在就要付税的 然后有tax defer 就是延迟付税 还有tax never 就像我们这个121 现在这个121很清楚了 就是tax never 我们给大家这个概念 tax now就是薪水 W2马上付税 没错 那延税是什么 4人EK IRA 就是延税 拿出来再付税 到时候你59岁 60岁才拿出来 所以这是个概念 tax never呢 法律上有好几条 我们那个书写 慢慢 我们刚刚讲了121 是是是 我们刚刚讲了121 所以我们就基本上 就要让大家知道 就像Bell这样子 数字觉得说 哇好吓人对不对 对很intimidating 是是 所以现在121的话 你就可以理解了 事实上这个是 等于是 让每一个人 它的自住屋 都有50万的免税额度 那如果是 一个人拥有的话 那就是25万的免税额度 所以理论来讲 夫妻两个 每两年换房子 也会免税 如果一直增加的话 一直爬楼梯 这是一个方式 是 特别是 比如说在 Earvai的话 那时候很多新房子 那有很多人 就是先去住新房子 住了两年之后卖掉 然后再去住 另外一个新房子 两年之后 增值又卖掉 所以 每两年就住一次新房 我们先讲一下 那个概念 在税房里面 有两个area 是最有优惠的 什么area 房地产 房地产 房地产投资 我们上个礼拜 说川普 为什么这么多抵税 房地产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 Life insurance OK 保险 Warn Buffett 也是 受险 就是保险 出家的 所以 为什么有钱人 都是投资 两个area 所以对我们华人来讲的话 通常我们比较喜欢房地产 摸得到碰得着的东西 但是还有另外一边的话 事实上是属于 paper asset 那这paper asset的部分 像life insurance的话 那比如说像 annuity 年金 它也是属于paper asset 比如说像Ira 也是属于paper asset 401k也是 401k也是paper asset 所以这也是几个 可以考虑的这个领域 对 这是那个概念 那如果你了解那些概念 有一些是defered 变成text never 对 我们陆陆续续会再 陆续讲这四大法条 好的 所以我们迫不及待 慢慢地听 其实这不光只是说 对于你申请大学的一个影响 其实对你整个人生上面 你要怎么样去规划 你的财务状况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么再次提醒大家 11月12号 13号 有免费的讲座 也欢迎大家去参与 然后能够跟我们的两位律师 直接面对面地来讨论 您的状况是怎么样 再次谢谢两位律师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您 谢谢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我是万女律师 我会帮你进去最好的学校 争取最多的奖学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